最近很多分析都在说楼市可能会像2015年那样再次反弹 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信的 从政策面来说,最近的就是风向和2015年的确挺像的 几乎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城市出台就市新政 我大概数了一下 第一个就市的城市是哈尔滨 刚开始大家都是通过调整公积金和提高固房补贴来推动刚需入市的 效果肯定是不仅意 新年回来之后呢,第一个突破现代政策的城市是山东合泽 刚需买房首富降到两城 随后呢,赣州、南通、泰州、邦步、住迁等等 就连佛山一些非限购区域也把首富降低了 惠州和湖南的趁州直接打出零首富的噱头来吸引购房者上车 渠州也取消了限购和限购 接着就是二线城市了 郑州二套首富六成变三成同时启用棚改大招 然后就是青岛、苏州、福州、兰州、云南 就连上海也松绑了临港新城的限购 至此从三四线城市到一二线城市 全国基本上已经开启了一轮新的救世潮 要是单纯看正四面的话 不得不说现在2015年真的挺像的 可能很多人已经忘记了2015年是什么样的 我给大家回忆一下 2014年的时候呢 中国楼市是比较低迷的 当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总额同比连月为负增长 其实成房价指数呢也是连续的下跌 尤其是库存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的7亿平方米 2014年6月份的时候 呼和浩特第一个发文全面放开限购 紧接着宁波、杭州、长沙、南京、苏州、青岛等等 全部都放开了 和现在特别像 半年时间除了一线城市 几乎所有的二线、三线城市全部都放开了 但是当时楼市起来了吗?并没有 后来地方继续接棒把帝王给炒起来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帝王 都是那个时候拍出来的当时真的是每隔几天就可以听到面粉贵过包的消息 每天都是心惊胆战的 那也因为降低了房企的发债门槛 所以呢当时所有的房企都在发债融资 拼命的扩张拍地 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 过了大半年持续的放水和放松 部分一二线城市开始上涨了 不过呢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因为当时库存还是很多 所以是不具备上涨潜力的 那后面的螺丝重点就变成了去库存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彭改货币化 彭改在早期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回签房安置为主 但是从2014年开始规则就慢慢变为货币化安置 就是直接给你钱让你去买新房 这个比例呢从2014年的9%提高 到2017年的60% 没有需求呢就创造需求 这个就是彭改货币化最厉害的地方 而现在还可以再来一次吗?可以的 最近呢郑州和昆明就宣布重启彭改计划了 但是效果绝对是不如从前 现在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超过40平了 江苏的人均面积更是高达50平以上 大家根本就不差房子住 即便是拆迁也拆的差不多了 帝王也没有人抢 现在除了央企国企就是地方城投在哪里 民营房企的身影是越来越少见 就连引领房价上涨的一线城市 今年似乎也不够给力 上海现在受疫情影响 深圳有二手房指导家压着 广州北京也只能说是温热 算不上是火爆 行情呢好像始终欠点火候 一线城市都起不来的话 那二线三四线更加就不用说了 现在大量的中产失业裁员的一大把 还有很多收入减半的 不否认有钱人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能够进入房地产的资金是越来越少了 这就意味着将来能涨的房子也越来越少了 你要是有钱买房的话呢 那就盯着一二线最核心的区域去买 普通的房子未来价值不高 你要是没有钱的话呢 也不用太过担心 因为便宜的房子总还是会有的